方區部兩個男女涉嫌在觀塘安達村 爆竊一個單位並非禮屋內一個12歲女童 優惠儀報導 案發在上星期四 一對男女在安達村一個單位外聲稱派口罩 又說如果沒有人開門 就會聯絡房屋處帶走屋內的狗 為碧丹獨留在家裡的12歲女童開門 牠們之後大肆手掠 搶走1300元現金、頸鏈和電話 男匪徒乘機非禮女童又用手機拍攝過程 女童之後報警 警方翻查閉路電視後鎖定疑犯身份 以涉嫌入屋爆竊 向16歲以下兒童作出猥蝕行為 製作兒童色情物品和藏毒 抓了兩個47歲和38歲的疑犯 他們在警界下承認辦事 我相信他們只不過是一體共同犯罪的人 並沒有特別的關係 初步審視電話內容 就是發現是涉案的受害人的影片 只要有沒有其他影片 我們會加入我們的電腦專家 再進入一步的檢驗 警方說女童是單親家庭 會徵申律政司意見 是否起訴女童母親疏忽照顧兒童 有線電視記者優惠宜報道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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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